今年来无人看管的良心商店随处可见 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自营的小农 而光复乡的王先生有鉴于部落许多的年长者 自闭菜园种植野菜却苦无销售管道 因此是利用了废弃的牛车来改造成菜摊来展售 那么采取自主买卖的方式 做到了防疫也兼顾部落长者们的农产经济收入 光复市中心以茅草树干以及废弃牛车 改造搭建的小菜摊引人目光的同时 更是部落年长者展示自己在种野菜的热点 是因为我在光复已经生存在这里大概41年 所看到的都是中老年年居多 他们有一些农妇就是说老人家 他种的菜吃不完的菜都很可惜都卖不出去 在市场的前面这边有一个空地 就跟这个停车场的老板借了一个空地 摆设这个让我们这边吃不完多余的菜 能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做了一个自助摊 那自己自由选购 冯阿嬷菜园中盛产的长豆苦茄 或者木鳖果以及叶子 通通拿到这个自助摊来展售 赚取外快自给自足 不让在外的儿女炒烦 乡下都是老人家了 没有工厂没有地方上班啊 没有地方工作啊 那我们自己有地啊 地是不是在整理 干脆我们就送菜就不要让它长长 还有多少菜我们就卖多少 没有我们就没有来市场 季节性的菜非常的多了 吃吃不完小孩也不会要那么多 另外善于制作原住民传统腌制品的曾小姐 视自助摊为展售的平台 让更多消费者来选购品尝 道地阿美族的腌制好物 腌制的 原巴腌制的 不用冰 它不会坏掉 我们白天都在做事啊 你看穿雨鞋 有时候在菜园啊 弄那个农作物 没有时间这样子 卖东西然后就放在这里 王武奇有建于部落许多年长者 自辟菜园种植野菜农作 自己食用之外 盛产的农产蔬果 也可以买卖赚生活零用 因此特别设置了自助摊 不仅让部落年长者自由放置农产品来展售 也让消费者自主买卖选购 偷走然后没有买这样 没有给钱 不会啦 这边大街上的应该不会啦 偷拿去吃也就算了 我们这边也是做爱心的 我一直认为说 这每一样东西我都有用包装 都有写价钱 他们不会去翻来翻去 他们用目测就知道说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东西它的量适不适合它 一般都是喜欢的就拿走 不会在那边翻动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防疫期间 有一种很好的示范 由于自助摊上的农产蔬果 绝大多数都是部落长者 从自家菜园栽采下来展售 除了种类多元 很健康安全之外 价格也相当亲民 王武奇说 目前提供5到6位部落长者 定期展售蔬果农产 以自助买卖的模式 部落长者省去了 顾摊叫卖的辛劳 也让消费者轻松选购 落实防疫不接触的同时 更能够兼顾到部落长者们的 农产经济收入 记得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